众所周知,成佳班是整个香港影坛最不要命的班底 个个都是武打界的一把好手 但其中有一个成员 他被别人称为成佳班里最不能打的龙虎武师 在荧幕上永远都是最窝囊最怕死的那个 相比于红遍全球的成龙 他跑了一辈子龙套 终于在年过七旬的年纪 凭借一部同性题材的电影 夺得了成龙都没能拿到的金像奖影帝 这个人就是太保张嘉年 1950年太保出生于香港 原名张嘉年 但在幼年时随父母移居台湾 之后又搬回香港 因此小伙伴们调侃为太保 70年代初香港电影市场蓬勃发展 不少人开始进入影坛打拼 高中毕业的太保为了谋得一技傍身 开始到少师剧组打杂 从而结识了导演吴玛 并在他的带领下开始做场记 灯光之类的幕后工作 之所以学习幕后 是因为师父吴玛说他长得丑 学导演就可以了 但随着对荧幕的渴望 太保果断放弃了导演 加入佳和公司开始跑龙套 在1973年参演了首部电影 宇成龙 林正英 袁华 在李小龙主演的龙中虎斗中 开始展露头角 之后受到成龙邀请 加入成家班 开始以龙虎武师的身份 进入演艺圈 并参与了大铁牛 师弟出马 鬼打鬼等电影 跟着成龙红金宝一起演戏 但出演的大多都是配角 或者没有台词的人肉背景 而成家班以能打著称 那些能力强 武功高的 很容易出人头地 如迪威 卢慧光 相对于他们 太保的身手稍显逊色 因此他出演的都是些幽默风趣 几招就被搞定的配角或反派 堪称最窝囊的龙虎武师 但正是这种窝囊甚至卑鄙的形象 成为了成龙电影中 最不可或缺的一个角色 也让观众更加深刻的 记住了太保 比如在龙的心中 饰演嘴贱口臭的小文哥哥 奇谋妙境五福星中 饰演吃软饭的大老司机 警察故事中饰演线人 之后在周星驰电影 《性侵五门1991》中 饰演被心眼痛扁的汉阶翻译 对于太保所塑造的角色 让人印象最深刻的 还是A计划中的水井秘诀 影片中他的名字也叫太保 在水井和陆井的混战中 他将意大利面扣在陆井的头上 结果扣在了自己的头上 哭丧着脸的模样 逗得观众 哈哈大笑 操练列队时 看见漂亮女孩随口说了一句 这两个马子好正点 前兔后绝腿子长 美的冒泡 被袁彪饰演的教官 发喊一千遍时 又可怜又好笑 刚才你们说什么 他说两个马子好正点 他说前兔后绝腿子长 还说美的冒泡 你们到那边说五百遍 一千遍 前兔后绝腿子长 两个马子好正点 美的冒泡 无论在荧幕上 还是现实中 无人不想练过留名 可悲的是 从阴影来 太宝都在扮演一些 叫不出名字的角色 他经常奔走于成家班和红家班 这样靠拼命成名的武术班子 因此他接到的 都是些滑稽挨打的角色 但幸运的是 他的演技 还是得到了电影评审的肯定 1984年 他参演李修贤 自导自演的电影 公仆 片中 他饰演西毒的道友 也是警察的线人 凭借着多年出演小人物的经验 他把影片中的线人演绎的入目三分 你那么走运 又没被抓住 嘿嘿 不是走运 是我面子的 有后台照着 所以就大摇大摆的走出来咯 这回是真的 真的 比真真还真的 要是再敢骗我 小心点 因为该片太宝托剧 死跑龙套的外衣 成为实力派演员 还获得了金马奖和金像奖两项提名 在香港电影繁荣盛兴的80年代 他参演的电影有百部之多 无论是成龙的功夫喜剧电影 还是红金宝的福星系列 亦会是黑帮 古装武侠片 都有他的身影 后来港片逐渐走向衰败 成家班也随之写散 太宝也开始向香港影台转型 寻找新的发展 千禧之年 杜西风指导的枪火捧红了灵雪 让影迷记住了那个 永远在吃花生的胖子 而太宝则凭借运转手制链 打败灵雪 拿下第37届金马奖最佳男配角 那一年太宝刚好50岁 影片中他饰演男主角的父亲 一个出租车行的老板 是这个怪咖一家人中 既有点怪 又不是浪漫温暖的父亲 他这里掉下来 头一撞那边 这边咖又掉下来 太宝从影以来 建成了香港电影 从新盛走向没落的全过程 作为一个参与者 他很高兴能参与其中 正如他所说的那样 很怀念当年的辉煌时代 因为那真的很开心 尽管自己每次拍电影 都要挨打 但那也是一种乐趣 而如今年过半百的他 也不再拍大戏 2007年 太宝再度凭借台剧 铁树开花 获得金钟奖最佳戏剧男配角 叶一铸铸漫漫 作为一名龙虎武师出身的千年龙讨 太宝十年如一日地活跃在荧幕上 参演的影片达到300多部 用跃进苍生 眼谁向谁来形容他也不为过 经过岁月的打磨与沉淀 太宝做到了表演时的不露痕迹 无论是《踏寻寻梅》中饰演王家梅的父亲 还是在余文乐动作片《狂兽》中饰演饱兽沧桑的老大 苦思的笑容和脸上的皱纹 给人一种内敛深沉质感 辗转的香港与台湾两地的太宝 一直在影视作品中出演配角 直到有一天 杨耀凯导演找到太宝 希望他能出演一部同志电影 叔叔的男一号 接到角色的太宝内心是拒绝的 因为他害怕自己无法上任 性格多变的阿柏一角 最后在家人的支持下 他还是接了叔叔这部同志片 片中他将那个情感压抑的老年男人 演绎的入目三分 无论是黄昏恋的尴尬和美好 还是复杂的家庭关系 都在他不露声色的演绎下 表现得淋漓尽致 影片上以后一句获得最佳电影的称号 太宝也获得了金马奖引地 成为他从影以来的首课大奖 他也曾透露自己生活中也不乏同志朋友 但他从不会戴有色眼镜 尊重任何人 就是这种平等的态度 真诚的理解 用心的诠释 准确的呈现 获得金像奖实至名归 半年龙套生涯始终不改初心 他用50年的光阴 诠释了何为演员 如今已经71岁的太宝 仍在自己的岗位上兢兢业业 是一位真正的劳戏骨 太宝的成功是对演艺事业的持之以恒 就如他所说 活到老 演到老 电影不是他的工作 而是陪伴他一生的挚友 虽然70岁才封地 但他也算是为自己 绿叶人生中增添了一笔色彩 在太宝身上 看到了一个演员的坚持和信仰 这种精神对后生晚辈来说 是一本励志的教科书 值得效仿学习 好了 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 如果有感兴趣的明星人物 记得在评论区留言 让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喂 最近没听说哪个主播行被打劫 是你的消息不灵通啊 哎呀算了算了 一万块钱一颗就一万块钱一颗 不过你得全部都买下来 哎呀 见钱交货呀 我不会装着几百颗钻石满街跑啊 嘿嘿 好样的 一夜之间变成几百万的富翁了 做人要认命 对不对 对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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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的